Hello 今天這個題目想做好久的了 就是跟大家來個好物分享 要分享的是用了個多月 都依然覺得它是廚房好幫手的迷你碎肉機 這個廚房好幫手最大最大的功用 就一定是用來攪肉 平時可能要花至少5分鐘去剁肉 現在呢5秒就變成免治肉了 那除了用來攪肉 用來切碎一些小一點的材料都沒問題 就好像1秒的沖頭碎 1秒的蒜蓉 還有1秒的冬菇碎等等 真是很棒的 省很多功夫 時間 還有氣力 今天主要會用到這部碎肉機 做4款肉粗料理 滿足早午晚三餐 如果家裡沒有碎肉機都絕對沒問題 自己用刀、剁肉、切材料都一樣做到 只是...用了碎肉機會快很多 還有節省不少功夫 好了 我都不說那麼多 馬上開始了 第一樣會和大家分享香菇肉粗飯 飯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很多不同的組合 最最最最簡單 我就會推介這個加了花生醬的版本 都會搬順搬移 嘩...加花生醬行不行 但做過之後發現真的很好 花生醬和肉粗很配 原本很清淡 又沒什麼特別的肉粗 都會變得很香、很濃郁 看完今次的分享 你一定要試一下 看看需要的材料 有豬肉、冬菇、洋蔥、蔥頭 調味料有豉油、米酒、糖和花生醬 首先就是處理了最花時間的浸冬菇 因為時間緊迫 我就會放熱水浸冬菇 把它放在一面 今次用到的所有材料 都會用到碎肉機把它弄碎 首先就有洋蔥 洋蔥用半個 我會把洋蔥切成幾份 再放入碎肉機 開動部機 把洋蔥做成洋蔥碎 你看到我兩三秒 都已經把它做成洋蔥碎 真是超方便 接著就是沖頭 沖頭去衣之後 又是放進去 又是轉兩轉 就變成沖頭碎 這個時候冬菇已經浸軟 一樣 都是放進去機 把它攪碎 來到最後就是豬肉 我會把豬肉切成小小件 再放進去碎肉機 平時我們得豬肉 可能要花5-10分鐘 今次五秒都不用就完成了 我覺得真的超方便 好了 很快地準備好所有材料 就可以開始煮了 首先在平底鍋裡加少許油 放蔥頭和洋蔥下去炒香 看到洋蔥轉色 就可以放冬菇粒下去炒香 再過多一會 聞到很香的冬菇味 就放入豬肉 又是炒炒炒炒到豬肉都轉色 就可以放調味 我會加兩匙匙醬油 一匙匙米酒 一匙匙糖 和適量的水 把所有調味 拌在材料裡 再蓋上鍋蓋 煮五分鐘 過了五分鐘之後 其實都開始收乾水分 這個時候就可以放超級香的花生醬 提提大家 花生醬很容易焦 所以這個時候 一定要用小火 把所有材料拌在一起 這個時候 花生醬的香味 全部拌出來 真的很香 好了 煮到這個狀態 就可以了 可以上碟 肉醋和很多食物都很配 正餐除了拌飯之外 還可以拌米線 米粉等等 如果想用來做菜 也可以 你可以平時蒸了一碟豆腐 上面再放些肉醋在面 所以如果煮肉醋 不妨煮多一點 那就可以分幾天吃 做幾餐的菜 好了 這個香菇肉醋飯 完成了 第二樣 我們會做麻婆豆腐灌飯 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 上一集 我們用到豆瓣醬來做炸醬麵 買了一罐豆瓣醬回來 只做一道菜 很浪費 這次我們會用豆瓣醬來做麻婆豆腐 吃過麻婆豆腐的朋友都知道 這道菜是超級送飯的 有豆瓣醬 不需要加調味料都已經超級好吃 一齊看看它的簡單做法 需要的材料有 豬肉 豆腐 蒜頭 薑 調味料有 豉油 糖 還有豆瓣醬 第一個步驟已經可以出動碎肉機 我會把蒜頭去衣 薑去皮 然後放入碎肉機 兩秒都不用 已經把它做成薑碎和蒜蓉碎了 然後就是處理豬肉 豬肉洗乾淨之後 把它切成小小件 再放入碎肉機 為什麼我會把豬肉切成小小件 才放入碎肉機 而不是整塊放下去呢 我這部碎肉機是迷你版本 切成小小塊才放下去 可以令它更容易攪碎 而且也會攪碎機 如果你是用一大座的碎肉機 整塊豬肉放下去也沒什麼問題 看看 五秒都不用 豬肉碎就完成了 之前煮豆腐的菜 我也是用這種硬豆腐 探餘它煮的時候 沒那麼容易散 把盒子裡面的水被走了之後 就拿一塊豆腐出來 把它切成小小粒 好了 材料準備好可以開始煮了 在平底鍋裡加少許油 放薑碎和蒜蓉碎下去炒香 見到差不多 就可以把豬肉碎下去 把豬肉煎至全熟 這個時候就可以加入調味料 我會加兩匙斤豆瓣醬 適量的水 兩匙斤醬油 一匙斤糖 把所有調味和材料拌在一起 然後再加入豆腐粒 蓋上鍋蓋子 煮煮兩分鐘 讓裡面的材料更加入味 過了兩分鐘都差不多完成了 要看你想吃麻婆豆腐醬汁的濃稠度 如果想吃得稠一點 就加少許生粉水下去 打獻 好了 這個麻婆豆腐就輕鬆完成了 可以上碟 麻婆豆腐都很適合做日常的家常菜 不需要準備很多材料 就這樣一塊豆腐一塊豬肉 簡單幾個步驟就已經做到一道超送飯的蔥菜 最適合就是下班還要回家煮飯的你 我自己都經常做這道菜 嗯 麻婆豆腐蓋飯 搞定了 第三樣 會和大家分享 番茄肉碎湯通粉 記得之前和大家在instagram 分享過我做番茄牛肉通粉 你們說就這樣看圖看字 就沒那麼全神 反正今次都想用一下碎肉機做牛肉碎 所以就一於拍下它 讓大家有一個足本版本 對了 這個茄子通除了容易煮好味之外 整個湯底都是用新鮮番茄去煮 這樣就可以把整個番茄的燃養一次過吃完 看看所需要的材料 有通粉 牛肉 番茄 蒜頭 蔥頭 調味料有茄汁 豉油 鹽 和糖 一開始處理了蔥頭和蒜頭 我會放進碎肉機裡打碎 本來我是打算用洋蔥的 但最後忘了買 所以我就用了蔥頭 如果你們喜歡也可以用洋蔥 然後就是番茄 番茄洗乾淨之後去定 切成小小件 再放進碎肉機裡打碎 這個步驟其實不是必要的 如果你沒有碎肉機的話 就這樣把番茄切成小小粒也可以 只不過用了碎肉機之後 待會在煮煮的時間 就比較容易把番茄滾成蓉 最後就是牛肉 牛肉這次我買了兩塊 又是把它切成小小粒 再放進碎肉機裡 我覺得這個碎肉機真的超級方便 想起以前剁肉剁到手都軟了 現在五秒都不用就把它變成牛肉碎了 在煮之前醃一醃肉 我會加一匙匙醬油 少許鹽和一匙匙糖 拌在一起 放在一邊 等它醃一醃肉 好了 現在我們就可以煮了湯 準備一個深一點的鍋 加少許油下去 放蒜頭碎和蔥頭碎下去炒香 開始聞到香味的時候 就放番茄略炒 炒大約一至兩分鐘就可以加水 水的份量我就加了半鍋水 如果待會煮煮的時候 你覺得不夠水的話可以再加 再放少許調味料 我會加一匙匙番茄醬 少許鹽和一匙匙糖 然後放通粉下去 我這個通粉要煮六分鐘 蓋上鍋蓋煮六分鐘 過了六分鐘 可以試一下通粉的軟硬度 看看夠不夠軟 如果OK的就可以放牛肉碎下去 牛肉煮到鑽色就可以了 看一下 完成了 這個茄偶通 其實我經常都煮的 特別是weekend的早上 時間多一點 鬆動一點 就可以做這個茄偶通 慢慢享受了 外面吃到的茄偶通 味精很多 又多鹽又多油 家製的零味精 有小甜味 就一定是最健康了 做這個通粉的做法非常非常簡單 所以我都很推薦大家去試一下 OK 這個蕃茄肉碎湯通粉 完成了 最後一樣 不如做個電飯煲芋頭肉醋燉飯 我知道你們很喜歡 懶人最愛的電飯煲系列 我都知道我還欠你們很多個電飯煲燉飯的idea 有啦有啦 今次有個新的組合推介給大家 最近買菜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多了芋頭買呢 差不多冬天了 是吃芋頭最好的季節 今次的燉飯主要會用到 芋頭、冬菇和肉碎 三樣材料加起來 焗出來的飯香噴噴 超好吃 你都一定要試一下 一起看看需要的材料 有豬肉、芋頭、冬菇、米 調味料有 豉油、糖、鹽和生粉 首先就預了少少時間去浸冬菇 在浸冬菇的時候 就處理了其他材料 芋頭我覺得大家可以選有這麼小的 因為這個燉飯還有其他菜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加太多芋頭 那就把芋頭批皮 然後切成小小粒 我覺得芋頭可以切得小粒 待會煮起來就會快點變軟 大約切到這個尺寸就可以了 豬肉和之前的做法一樣 都是切成小小件 再放進碎肉機裏做碎 又是不需要5秒鐘 已經把豬肉做到碎了 每次看到這個軟綿綿的面子豬肉 就覺得這部機買得值 我醃肉的方法都比較簡單 我會加1匙斤醬油 少許糖 少許鹽 和生粉 混合在一起 醃肉大約15分鐘 這個時候的冬菇已經準備好了 我就會印乾水分 然後放進去機裏 攪碎 這次就預算了1匙米的份量 米我已經洗好了 就把它放進去電飯煲裡 然後就有芋頭粒 還有肉碎 平均地放好 之後還有冬菇粒 之後就加水 水的份量就要留意了 因為芋頭煮熟的時候 會吸水 所以水的份量 就要比平時煮飯的多一點 水都加起來就可以開始煮飯了 開平時的煮飯模式 30分鐘就有飯吃了 過了30分鐘之後 打開煲蓋已經聞到很香很香的芋頭香味 這個時候的芋頭已經煮得很軟 我就輕輕拌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上碟 現在芋頭這麼當作 在車區市場和街市都很容易買到 大家買芋頭的時候 可以選一些輕身一點的芋頭 輕身一點的芋頭 就代表裡面沒有那麼多水分 這樣做完的芋頭就會鬆軟 還有一點粉粉的口感 還有芋頭和很多菜都很合 遲些再跟大家分享 好了 這個電飯煲芋頭肉醋燉飯 輕鬆完成 好了好了 又跟大家分享了四款快靚正的碟頭飯 利用了碟肉機去幫忙處理材料 就好像做麵字肉 或者把材料弄碎 真的馬上節省很多時間 和輕鬆很多 先說明 不是賣廣告的 不過如果你對這部碟肉機有興趣的話 我把好物分享放到最後部分 覺得有需要又有興趣的話 就看到了 好了 今天說到這裡 記得讚好和追蹤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現在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這個廚房好幫手 迷你碎肉機 老實買東西的時候 第一時間會看外表 它的外形小小 不會阻礙到很多空間 整個設計都比較簡單 一點都不花巧 顏色就有我最喜歡的白色 如果你都喜歡白色的小家電的話 你都一樣會心心眼的 功能上主要是用來處理一些 比較細小的材料 試用過之後 總結來說 它做麵字肉是最幫到手的 另外我都會用它來處理一些 比較細小的材料 就好像 蔥頭、蒜頭、洋蔥等等 用了這部機都一段時間了 真的省了不少準備材料的時間 買廚房小膠電的時候 我最怕就是難洗了 這部機又不會 因為它本身的配件都不是很多 每次做完之後 都是拿底座、刀片和蓋子出來洗一洗 再抹乾淨就完成了 所以我覺得都很方便 我會把這個迷你碎肉機的詳細資料 放在 description box 方便大家參考 有興趣就自己去看看 有任何問題 歡迎留言 或者inbox我 跟我說 今次真是拜拜啦 拜拜 拜拜